美股方面的走势 首先,三大股市变动不太大 零售股方面,当然值得一提 支撑着标普做好 之前,连续4个交易亦有下跌的情况 而标准普258指数之后,也有反弹 最主要是看到多家零售商出了业绩 而成绩表方面,都比市场预期好 Harrion,第一单跟你谈谈Best Buy方面的情况 业绩都非常好 盈利更加是标升有21倍 当然是超出市场预期 亦公布了截至8月3日的季度 获利是2.66亿美元 大约是20.75亿港元 较一年前同期大幅飙升 超过21倍 看看今次的每股盈利是32美先 高于市场平均即是估计的12美先 另外,可以看到收入方面 轻微有一个倒退去到93.4亿美元 去年同期是93.4亿美元 值得一提的是,网站方面做得非常好 可以看到他们说到楼栏次数可以增加到4倍 令到销售上升 当然,要问Harrion Best Buy方面,如果大家买电器在美国方面 很多时候都是去Best Buy或Home Depot等等 看到Best Buy今次这么好成绩 零售市场又如何 另外也说到现在消费者都改变了消费模式 全部都在网上买 又很成功 如何看Best Buy方面的情况 是的,我们看到Best Buy今次的季绩 就是出到来 我们看到管理层足以想到一些计划 如何刺激整个销售情况 又或者本身的盈利能力 现在看回在美国零售网络里面 其实已经越来越少民众在实质店铺买 因为他们发觉网上本身的格价能力 或是本身的价钱都会比实质店铺买 所以现在越来越少民众到店铺买相关的 尤其是电器用品 Best Buy今次份业绩里面 我们看到集团的盈利幅度 其实上升的幅度是二十倍的 亦看到基数比较低的一个原股 上年其实真的做得不太好 我们看到特别在网站销售方面 我们看到铜店销售 如果只是网站销售 SSG方面有10.5% 如果对比起实质营运铺总体重点销售方面 反而有倒退0.6%的状况 你会看到本身网上销售是今次的业绩亮点 现阶段去看Best Buy的看法 本身面对的经营环境 竞争性相当多 尤其是买相关的电器 Amazon是一个很大的对手 现阶段来说 Best Buy在谷底慢慢走出一个最黑暗的时期 但未来的前景我会看得比较审慎 现阶段来说 零售股之中 其中一份Best Buy的业绩 是有一个很不错的表现出来 也是大幅地优于市场预期 我们看到Best Buy的股价表现 都由谷底上升 如果看隔晚的升幅来说 有13%那么多 这方面是为市场满意的 好,再说另一份业绩 刚刚你说到Best Buy的同店销售表现不一样 有一个倒退的情况是0.6% 除了Best Buy表现得好 整体来说表现得好一点 另一份就是JCPenney 可以说是百货股方面其中一个龙头 亦公布了业绩 不如先跟进 好似情况不妙和 连续亏了第六季 上季录得一个亏损是5.86亿美元 大约是46亿左右的港元 连续第六季出现一个亏损 期内收入到12% 只有26.6亿美元 低于很多分析员 平均估计的27.7亿元 而每股亏损方面 是2.66美元 亦都是高过估计的1.07美元 如何看? 同店销售都要继续跌 而且跌幅有过各大情况 跌11.9% 究竟发生什么事? 跌了很多贵 都留意到 JCPenney本身买的东西 虽然比较大的百货股 但那些种类或价格方面 好像都比较低档些 当然如果你要给百货股 可以给回Nobstor方面 Nobstor买的东西好像贵价 是否这个因素 令到它的业绩都交不到什么 如果你看到JCPenney 之前也发了刑警 我们看到今次的业绩 比起市场预期更差 我们看到 刚才阿长也有问到 会否定位的问题 例如JCPenney的定位 会比较中低价 反而Macy或Nobstor买方面 整个定位上 或者格调上 都比较高档些 其实我自己觉得 本身JCPenney 不是唯一一间百货股做得差 其实Macy自己本身的业绩都不漂亮 我刚刚看上星期的数字 本身JCPenney 为什么连续第六季度出现亏损 我觉得定位是比较模糊 有高不成低不就的感觉 也看到集团 本身这么多季度都连续亏损 主要看到管理层方面出了问题 其实他们换了很多CEO 现在阶段来说 暂时我未见到JCPenney 有谷底回升的状况 一样东西就是管理层的问题 另一方面就是 美国百货业 仍然在低谷里面 未受惠于 见到最近零售业的数据 无论是零售信心指数 还是零售销售的上升幅度 其实应该会有一个好转 但两大百货公司JCPenney或Maisy 暂时在第二季的业绩里面 未见到这些情况出现 但有一样希望 给到投资者 就是集团管理层 也说到他们本身 back to school 刚刚就快开学的销售旺季 销售情况就已经改善了 这方面你会见到 如果你按Google Find 见到JCPenney的股价表现 其实反而昨天有一个先低而后高的走势 其实升了6% 现阶段来说 我都会觉得JCPenney 暂时也会在谷底上 尤其是整个百货业来说 都做得一样 都是一个挣扎的当中 我都会觉得 美国百货业来说 暂时去看回民众的销售情况 刚刚也说到 其实已经是逐步逐步慢慢地 转到网上去购物 我都会觉得JCPenney 如果要拆出一条血路的话 真的要大力发展 他们的网上招手表现 管理层出来说话 都是例牌的事 但不多不少 像你所说 股价都一定有支持 希望最后的情况都可以过去 好 我们说完两份业绩方面的情况 和大家跟进 谷底下 美股现在虽然见到变动性 不能太大 最主要市场现在的气氛 都是观望为主 有几件事都要留意 首先 现在投资者都等 即将公布 上月的货币政策会议记录 除了这方面之外 在星期四、星期六 都要留意 Jackson Hole方面 全球央行人士的会议 当中 大家也看回消息 会不会有什么退市的启示 或者成绩的时间表 如何看待会议的记录 或者美股方面的走势 如果看美股的表现 整天的走势上来说 都是被几家零售商的业绩去带动 除了J.C.Penny 我们刚才J.C.Penny Best Buy里面的一些业绩 讲到之外 其实Home Depot都发到业绩 都做得挺漂亮的 这方面 其实我们都见到 美股在日中交易日的升幅 都挺多 在美市的时候 我们见到到市 都是有倒跌的情况 其实我都会觉得 如果从成交量表现 我们见到市场的观望情绪 都非常之浓厚 如果对比起平均成交量 大概64亿股 其实近期的成交量 都是集中在大约50多亿股 你会见到市场也都观望 今晚会发布上个月的 一些联储局的议息会议紀錄 其实也说到 现阶段市场对于收水的预期 是不断地升温 从债息的表现 我们都见到 为何会升温得这么紧要 尤其是 今晚债息十年期的表现 是有少少微跌的状态 但都是报到2.8%的高位 现阶段来说 其实债息高企 已经触发到 亚太区的股市 倒下来 债息高企 未必是对于港股的程序 甚至是亚太区市场 有利好的作用 现阶段来说 其实经过昨天的倒跌 已经连跌了好多日 其实也逼近15000点的水平 如果计算指数来说 其实波幅很大 道指曾经升过60多点 但后来也跌穿15000点的水平 现阶段来说 我都会觉得 道指就算有反弹也好 反而是有一个技术性反弹居多 暂时来说 我看美股来说 都是易跌难征的困局 主要也是担心 美国联储局的退市时间表 会否推前到9月状况 如果真的看回环境来说 不明朗因素消除 是要等待到 联储局在下一份议息会议的结果出来之后 我才会见到 美股会走回一个比较稳定的状况 暂时来看回来的浪 我觉得向下的机会会比较大一点 好 Harry 说完美股方面的情况 不如跟大家跟进 我们先看看香港港股方面的情况 首先 恒指今天低下5点 而且开始之后 跌幅是不断扩大 现在最想是跌110多点 去到21,865点 成交今晚51亿 国企指数跌32点 报9,873点 昨天真是被港股客一刻 跌成500多点 好像有天无那那的感觉 因为之前好几日来说 还留意到很多家庭观众 都打来说何时可以入市 感觉上示范又转转 但有很多不同的消息 可以说很坏参半 看好那边方面 大家都说 美国欧美方面 激制开始就复苏 亦都说 所以要快点退市 加上 现在说 亚太区方面的股值 都非常吸引 另一边商 亦有分析说 现在都说到 现在亚洲方面 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 开始有些失色 增长很明显有一个放慢的情况 而且昨天这么急跌的情况 当然就是留意到 印尼股市方面 连续两天 累积的跌幅都有成一成多 当中比较重要的因素 是说 货币贬值的问题 都非常之严重 而且都说到 很多的外资都撤离新兴的市场 所以都拖累到 就是港股方面的表现 今天来说 继续都要下跌 Helene 现在129点 暂时来说 怎样部署 现在看港股的表现 指数 现在我每秒钟说 一直在扩大跌幅 其实我都会觉得 对于投资市场来说 都很害怕 就是说走资的问题 暂时去看 美国刚才也说到 十年期国债债息 都是在2.8厘高企的水平里面 其实都会继续引发到 不同的资金 可能回流到美国当中 始终都在害怕 就是说 当美国联储局收水的时候 环球资金的流动性 是会收紧的 现在看回年初的表现 刚才Jer也有说到 其实有不停地 有不同的资金流入 亚太区股市 亦都看到一些新兴市场 特别是 如果你说这方面来说 其实现阶段的情况 有点点 资金逆转 倒流回美国的情况 出现的时候 会不会说 港股都会有一个走资的情况 我未敢肯定 因为港股未见到 有一个很明显的下跌趋势 但是如果你看回恒指来说 就率先反映了 投资者这几天 如果看回股市的表现来说 要留意大家少看的 一些亚太区股市的表现 现阶段来说 尤其是看到 主要一些市场 是印度、印尼、泰国这方面 其实都跌得挺多 亦都看到印尼本身 昨天也有说过 经常性的开支 即Current Account Deficit 其实已经是一个新高 会不会引发到 其实当地的经济问题 亦都要出现 会不会再隐身地 去夸张地广告 会不会好像 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再次出现 暂时来看回 我都会觉得 如果说以97年的金融风暴的状况 对比起现在的经济状况 我就不觉得金融风暴再次来临 机会会较大 始终现阶段 新兴市场的经济表现 尤其是中国方面的经济实力来说 都已经是比较强大 我都会觉得 现阶段来说 暂时一些收水的情况 都会跟随刚才美股的分析来说 真的等到美国联储局 讲到什么时候会收水 或者收水幅度是多少 整个市场的不明朗情绪 才慢慢地去清除 对于港股而言来说 今天也跌到21,821点 我都会觉得 现阶段来说 可以先看50天线 大概是在21,400点的位置 守不守得住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位置 如果说50天线守不住 大有机会回到21,000点以下的水平 这次本身情况而言来说 未必跟公司业绩的基本因素 其实有关系 如果投资者入市而言来说 我都建议去看个别的业绩表现 可能会比较稳定 尤其是投资在以往比较稳定的股份 譬如渣打或者邮邦 这些在亚太区市场 特别多热务的那些 暂时可能要回避 好 看看一些分析 资金流出亚太区的城市来说 都看到一些不少分析 都不是说太悲观 可以引起来 根据声展香港财务市场报 大中华区执行董事 黄良强先生也说到 印尼和印度同受经常赤字 庞大影响引发走资 但是这个走资潮 当然会局限于东南亚地区 不会连接到中港 都可以留意 暂时也不是太差 我们如果说这个情况 不如跟进一众南筹股方面的情况 因为禽围很多板块都掉下来 看看今天的情况 汇控方面有得升 正在升八仙部83.95 中移动下跌一毫子 报83.05 中国银行跌三先报3.27 公行方面跌四先报5.1 建行跌八先报5.7 港交所跌幅超过百分之一 跌过六报122元 国售跌八先报19.14 友邦保险跌四毫 腾讯跌4.2 金沙中国升2毫 长实跌过一 新地跌过半 九仓跌一元 中海外跌三毫子 滑之地跌一毫半 中海游暗升六毫子报15.42 中石游升三先报8.64 中石化跌五先报5.72 昆仑能源跌两毫子报11.94 中国神华游跌一毫子报23.65 好,Herry,时间不太多 不如跟进内地股市开市的情况 跟进现在表现 上证指数现在跌6点报2065点 护心300指数下跌9点报2303点 深证城指跌26点报8208点 53大股市暂时向下 跌幅方面介乎0.27%至0.44% 我们也休息一会 稍后和大家跟进 港股方面表现 以及出了业绩的股份 有东西想问我们 不妨打电话来 电话二线204-6566 或者传个email过来 email address is ask.bschannel.com 谢谢Herry 也做申报 说的股份没有自由 没有 休息一会,稍后再谈